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彼得他跟随耶稣以来 最黑暗与痛苦的一夜 彼得他的个性冲动 急躁 莽撞 但神的拣选 望望我们无法侧透 他拣选彼得 从平凡的渔夫 到放下一切跟随主 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直到与耶稣同行至 该撒利亚 北利比 说出主耶稣是基督 是有生神的儿子 他的信仰达到了 最辉煌的高峰 当耶稣在橄榄山上 警告门徒他们都要跌倒时 他自认为就算众人跌倒 他也不会跌倒 在主耶稣被捉之前 他曾警告彼得 在那夜基督以前 彼得要三次不认主 彼得却说 他就是和主耶稣同死 也不会不认他 我们看见一位 经历属属林高峰的门徒 是如何智得益满的 向大家宣告他对主耶稣的爱 忠心到底 但是就在主耶稣被抓走了 这一夜彼得跌倒了 在经文69到74节中的彼得 他不止不认主 在第三次时 甚至发咒启示说 他不认识耶稣 极力撇清他与主耶稣的关系 直到75节 彼得想起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 计较以前他要三次不认主 他知道他犯了极大的错误 他难过痛哭了 一颗忧伤痛悔的心 神必不清看 彼得经历了这次彻底的失败 过岁后生命完全被神翻转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 在被捉之前对西门说 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筛你们 像筛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向你不致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弟兄姐妹 你我的生命是否也像彼得 曾经如此的平凡 有着大大小小的缺点 却因着相信耶稣生命的找改变 当我们自信满满 觉得自己可以为主舍己 全然摆上的时候 却因着生命中经历的难处迟疑了 软弱了甚至跌倒了 无论如今你信仰的情况是在高峰或是低谷 彼得他三次不认主的经历 虽然让我们心痛 但神却在这件事上 如同筛麦子一般 筛去彼得属灵品格和生命中的杂质 他放下了骄傲与自信 完全相符与神与主相连 彼得日后成为伟大的使徒 不但为主传扬福音 并且建立教会成为教会的磐石 最后为主殉道 为福音献上他的生命 彼得的平凡 彼得的跌倒 彼得他重新靠主站立 彼得为主心情发光 这一切都如同主耶稣所说的 兼顾了我们的心 好照我们不因软弱跌倒 而失去盼望以信心 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也提醒我们 不论我们目前情况如何都不要自夸 因为靠自己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唯有单单破碎自己 来到神的面前 先悲信靠他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万君之耶和华的灵方的城市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生命有时经历高长 有时来到低谷 但求你帮助我们 无论我们情况如何 我们都能放下自己 来到主的面前 常常与主相连 使我们在成功时不骄傲自夸 在软弱时不至于失去信心 跌倒时人能靠主重新站立 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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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by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